我可以把这个整个雷杖是登记给一个人 叫他拥有这个寺庙的财产 但是我会心中好笑 心来会去 偷偷爱去 笑什么呢 因为那是假的 他也带不走 我不会把世界上所有的雷杖是都登记成为连生佛佛的名像 全部都是我的 我不会 我一个物我也不会要 这个五轮塔真的是黄金耶 很贵耶 五轮看啦 五轮看 看到败了 看得变你的了 要透露啊 汽车不是你的 你的螺黄也不是你的都是让你赞住的 暂时拥有 终究 你一无所得 这个物 你因为知道一无所得 所以 无跨爱啊 心经讲得明白啊 一无所得 顾 菩提沙斗 因为你知道无所得 你丢掉了所有的烦恼 所以你才变成菩萨 告诉你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是事业 事业 我十文金刚啊 来这世间 我的事业 就是说谎 我没有第二个事业 释迦牟尼佛 自从他离家出走以后 他离家出走以后 离开了老婆啊 不告而别 他自己去写三 修行苦行六年 到菩提树下 然后开悟 他说 我的事业到此为止 我要入涅槃 因为他所悟到的 不是一般人 能够想得到的 因为讲起来也困难 他讲了一句话 众生皆有佛性 原来众生皆有佛性啊 但是不能讲 不能讲 他就要涅槃 那么大凡天丸 就欠请 释迦牟尼佛说法 他就讲了四十九年 讲了四十九年以后 他说 我从来没有说法 如果说我有说法的 就是毁谤我 请问是什么意思 明明他说法四十九年 为什么说没有说法呢 告诉大家 今天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事业哦 说法就是他的事业 那么他最后 他说没有说法 因为 这个法本来就在 本来就在 你不说他 他也在 你说他 他也在 他说了 他也在嘛 不说他也在 所以他说 没有说 那这个法是什么 现在我问大家 这是什么法 有人 有上师讲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那是外面的 他讲有生 那这样综合好了 这个 没有生 他也有生 如此如此 就是这样 什么是事业 今天我如生人在这里说法 我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讲 你说如果 如生人有说法 就是 伴 如生人 毁伴 如生人 什么意思 因为 因为 法不可说 法是没有办法讲的 所谓的法是没有办法讲的 那么所有讲的 都是非法 所有讲的都是非法 没有办法的讲的 才是真正的法 我没有在这里说法 就许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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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谢谢大家